40万买车 一个车主他看了这个大众的辉扬 又看了奥迪A6L 这两款高级轿车 行驶了几千公里之后 差距明显果断放弃 真直简直太抗人了 40万让老铁小伙伴们你们去选择 你会选择大众辉扬还是奥迪A6L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40万你就可以买个顶配的大众辉扬 你买奥迪A6L 你整个哪个最低配 啥没有 大家会如何去选择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对比一下这两台车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到底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工资的入手 那么就看一下这两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乃至驾驶感受 先说一下大众辉扬 定位一个行政级别的高级轿车 它是取代了以前的辉腾 优惠完之后 31万到40万 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那么搭载一个EA888 高功率的2.0T直奔无论车价发动机 非常厚道 那么匹配一个7档的44双力盒 变成不行 作为一个高级行政级别的回扬 31万到41万 看看你有哪些本领 带有空气悬挂 31万40万就给你带空气悬挂了 而且带悬挂高低远硬可调节 就这个配置没有七八十万六十万的车 不可能给你 所以说配置真是满满当当 而且还没完 车展冰箱 出四个门的电锡门 全锡标配 非常厚道 而且啊 全车四个热雨 给你匹配通风加热按摩 方向盘加热全匹配 只有最低配那版 没有这个通风和按摩 但是也给你匹配了加热 悬挂也是前五连杆读的悬挂 后面是T型多连杆读的悬挂 这套悬挂非常的舒适 非常高级 称动感受非常棒 那么可以说三十一万到四十一万的 这一个大众汇扬 配置真是满满有等等 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 奥迪的A6L 售价是四十五万到三十八万 整体从低配到高配 贵到四五万块钱 那么它有2.0T 还有这个3.0T六个级版本 我们对比是2.0T啊 毕竟大级汇扬是2.0T 那么预汇完三十八万到四十五万 但是它搭载个2.0T直喷乌仑加发动机啊 它分高功率和低功率 而大众汇扬 清一色的全是高功率 这就是套路 你也要动力好点的 奥迪A6LMD多花钱 第一配的少花钱 你只是低功率的 动力会大打折扣的 第一配的功率才320扭矩 190的马力还没有 2.0T低功率才190的马力 是不是太低了 咱们国产的1.51.6T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是不是 所以说买奥迪A6LMD 你就得上高配 要不然有点小马拉大车 高配你就得多花钱 350扭矩 224的马力 匹配一个七档的四四酸的核变种箱 两台车的轴距都达到了3000毫米上 这是肯定的 那么2.0T高配才有这个后排的座椅加热 低配没有 中配也没有 那么高配有最佳热 通风了按摩也没有 你要想要也可以 得加钱去选装 即使是3.0T60多万的车 那个奥迪A6R 26R那个版本 也全系没有 想要要 加钱选装 这就是坑人不厚道 大众辉扬 这些东西不用选装 全给你一骂带奇迹刷刷的 是不是 而且奥迪A6R你想要车带冰箱 选装 没有 安排不了 这就是差距 前后都是5.2T的情况 有个444区 这个护杨没有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大众的这个护杨啊 开起来的时候 非常的平顺 非常的稳 双重的隔音玻璃 驾驶感受特别安静 特别高级 这是第一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它的加速呢 青采鱼门踏板 加速没有那么猛烈 很线性 很平稳 一切提交道都为了这种高级而生 生采鱼门踏板 推运感 加速感也没有那么强烈 就是一切都来的那么 平静 非常高级 非常平稳 可以说这种高级感 绝不赤于这个奔驰 一级 而且隔音做的特别好 路过比较颠簸路段的时候 它这个简震悬挂处理的 也是非常棒 非常好的 几乎在车内 感觉不到 处理的干干净净 可以说大众的辉煌 已经物超所知 这一点 乃至宝马5系 奥迪A6L都给不了你 那种高级感 它追求的不是那种澎湃的动力 是一种驾驶 还有乘坐的那种感受 高级感 那么奥迪A6L 它的驾驶感受是什么呢 比较有操控性的一台车 高级车 操控 要绝对超越这个辉煌 但是它那种隔音呢 还有这种底盘的扎实感 那种高级感 它是给不了你的 可以说大动辉煌 甩到后一条剪 它唯一能 碾压这个辉煌的 就是它的操控 还有它的驾驶 驾驶感受更好一些 但是一台高级轿车 我认为啊 舒适度更好 高级感更好 比你有驾驶乐趣更好一些 一台高级轿车 要什么驾驶乐趣吗 是不是 要什么操控的 对不对 最主要它是舒适 这点啊 A6L比不了你 如果是让我选择这两台车 我会毫不愿意选择大众的 辉煌 那么有没有开过这两台车的小伙伴 或者是也买过这两台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篇区留言 或者是40万让你去选这个 你会选择大众的这个辉煌 还是选择 奥迪的A6L 并且40万 你买这个辉煌买了个最高配 而你买奥迪A6L 你买个最低配 是吧 这就是差距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